Hello 每日八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佳怡 在《内江烟花 内江雨》中饰演的是郑宁宁 我对这个角色的看法呢 我觉得虽然说她是御膳房炎幻月的手下 但她并不完全是炎幻月的狗腿子 就比如说像御膳房就是来了像赵雨昕这样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物的时候 她其实并不是完全护着自己的主子的 因为她觉得 我觉得作为郑宁宁 她觉得御膳房其实是炎幻月的地盘 因为炎幻月她比较强势 比较炸虎 就所有人都必须得替她指挥 但是来了一个像赵雨昕这样一个又不替她指挥 还跟她对着干的一个人物的时候 其实郑宁宁内心是发怵的 她其实是害怕像赵雨昕这样的人物的 我觉得她其实更像一个墙头草一样存在的人物 就是哪边比较强势她就会倒向哪边 我觉得对于正派和反派而言 我并没有什么区别对待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对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样的 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她这个人物的剧本 进行一个剧本分析 然后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虽然说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演反派 然后我也会就是在做好剧本分析的前提下 再去参考一些就是其他的宫廷剧中一些的反派角色 我会去关注她的一些说话的言行举止 包括她的一些神情 然后她的一些处事方法 然后我会对着镜子去反复的练习 我其实并不担心演反派会被观众骂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 包括我自己 在平常看剧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就是剧中的反派人物 欺负好人做坏事的时候 我也会特别的气愤 至于我这次演反派 如果说被观众骂了 我觉得其实反而世界好 是我觉得观众有关注到我 然后有去看我的戏 然后他们才会给出这样的评论 不管是好的评论还是坏的评论 我都会就是去看 然后会吸取他们所说 所指出的我的一些缺点 然后我会在日常生活中 多加练习 然后改正争取 在下一部作品中 能够呈现一个更加成熟的角色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我跟吴嘉怡的戏 就是剧中的赵伟心 然后当时是一场她刚入宫被分到御膳房 还在做宫旅的时候的一场戏 然后那场戏呢 需要她披柴 然后她当时拿的那个斧头是真的斧头 然后她披的柴也是真的柴 所以说她那个时候在拍那场戏的时候 实拍的时候 她在披那个柴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斧头就砸到了自己的脚 但是当下我一开始以为 她那个是她设计的动作 可能是她设计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注意 然后包括像导演没有喊咖 我们也只能就是继续我们的表演 不能说就是一下子跳出情节 但是在她就是抱着自己的脚 过了五六秒之后 大家都发现就是情况不太对 可能她是真的真的砸到自己脚了 然后当时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围上来 就是看她的脚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当时她那个柴一下子 就是没砍到那个柴 一划之后 她那个斧头就劈到了自己的脚 然后她的那个脚都肿了 但是吴嘉怡她在休息了五六分钟之后 她就继续拍摄了 我觉得她的那个职业素养 还是非常的高的 这篇场有趣的事啊 我觉得这个篇场就让我觉得有趣的事是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他们在休息的时候 每个人兜里都会穿一把瓜子 然后像我们就是穿的那个戏服 没有口袋 然后都会去跟他们要瓜子吃 就是在休息的时候 然后几乎每一个人口袋里都会有瓜子 这是我见过就是最爱磕瓜子的一个组 然后工作氛围也非常的轻松 合作的也非常的愉快 希望大家多多去关注内江年花内江雨 在芒果第一每周三每周四晚更新 八点钟更新记得去看哦 这是一部非常轻松非常快乐的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记得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看哦 因为这是一部清醒剧 特别的可能会让你就是特别的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